遇到一個問題,PDF檔因為在虛擬環境底下 即使你輸出PDF因為虛擬環境沒有裝可以去讀取PDF的程式 所以你PDF就打不開來 當然大部分的電腦都會安裝所謂的PDF的程式 可是有一些電腦沒有裝的話 即使你把PDF的檔案給它,它也沒辦法開起來 那怎麼辦,其實這邊提供幾個方案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說你可以到FileHippo 這個FileHippo是檔案核碼的網站 不過它有個地方可能對於有些同學來說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它是英文版的 但是你只要注意就是說 它這個網站好處就是說 所有比較重要有名的免費軟體都在這邊都找得到 它缺點當然就是因為它國外的網站 所以它英文的 不過你會發現它都有圖 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讀PDF的檔案 要怎麼樣可以讀得到 其實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進來 它的網址就是FileHippo FileHippo就是檔案核碼 FileHippo 它的網址的話就是 這個 三個w.file 檔案 Hippo Hippo就是核碼的意思 .com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以讀PDF的檔案 有幾個方案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Adobe的Reader 9.1最新版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之後安裝 就可以讀得到這個PDF的檔案 不過Adobe的Reader 它有個缺點就是說 第一個它安裝的時間 它下載檔案很大 再來的話 它開啟PDF檔案其實也很慢 我比較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取代 它的檔案又小 然後速度又快 你可以往下找 找到這邊底下有一個叫做 有一類叫Office Office and News 那你會發現這個Office就是辦公室和應該是新聞相關的軟體 那你會發現排在第一名的就是Adobe的Reader 就剛剛那一個 那第二名就是我提到就是說速度又快又免費的那個Reader 它叫什麼 FoxysReader 就是也是讀PDF的程式 然後它檔案很小速度 我比較建議你用這個 那它的下載方式很簡單 你就找到這個Office and News這邊 找到這個FoxysReader 點進去之後的話 下載安裝就可以了 這邊有一個download 最新的版本 然後它的圖示長這個樣子 我現在幾乎都把用這個軟體取代Adobe 那這邊可以下載 點下去下載 那下載完畢之後的話就可以直接把它執行 這邊可以執行就可以了 那這邊下載完畢之後 它的檔案大概3點多Mega 然後把它下載之後就可以就可以安裝 安裝之後就可以開啟PDF的檔案 那這個軟體也是完全免費的 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將來作業繳交的方式 我想到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傳到那個論壇上面去 那論壇的部分的話呢 將來你們要繳交作業的方式 我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 你就先在桌面上